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韩国历史电影《南汉山城》 16世纪 韩国曾几次遭到日本发兵侵犯 灭国之灾犹如剑悬于顶 明朝皇帝毫不吝啬 拨款百万 调集重兵相救 这才保住王朝 因此 韩国王族世世代代不敢忘却明朝皇帝再造职恩 强调自己永远是大明王朝属臣 而大明当时虽然救下了韩国 却因兵力损耗严重 而失去了对辽东的控制 造成女真族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崛起 到了17世纪初 女真族血脉黄太极 东征西战 击败蒙古林丹 征服漠南 正式建立大清帝国 此刻 黄太极距离成为天下之王 只差吞下大明朝之最后一步 但在这之前 他必须先拔掉身后韩国这根刺 于是重兵包围过去 要求韩国成为自己的蜀国 不想韩国军臣皆奋力抵抗 1636年 黄太极的清军渡过压绿江 攻向韩国都城 国军和大臣南下的逃亡之路也被阻断 他们不得已逃到南汉山城 国军派出使臣崔明吉 与清国大军议和 那年冬天大雪纷飞 异常寒冷 冰雪密封的湖面上 一个老翁带着一位 衣衫整齐的官员迎雪前行 最近总有人过河 老翁为人引路 希望能得口饭吃 但昨天 他帮着国军过河 连完小米粥都没看到 想必清军很快就会打来了 倒是说不定能费些吃的 跟在身后的官员听到这些 连忙邀请老翁 跟自己一起离开这里 但老翁家中还有个 失去双亲的孙女要照顾 说什么都不肯 却不想 这位官员正是国军身边的 李叛大人 他说什么都不可能 让老翁给敌人带路 又见对方不肯跟自己走 只好将人究底斩杀 最后匆匆赶往南汉山城 与国军会合 此时 被派出与清军议和的 崔明吉也回来了 但带回的议和条件 居然是臣服于清 并让太子做人质 所以明吉 劝售国军 为了全城百姓和江山设计 还是答应条件 免动刀割为上 但李叛大人却坚持主战 他认为 敌人远道而来 已经人匹马类 此刻正是我军一鼓作气 击毁敌军的最后时机 一众浑水摸鱼的臣子 也看得明白 国军素来优柔寡断 却并非残暴之人 怎么舍得将生骨肉献给敌人 于是 立即收回宋太子入敌营的说辞 国军一时也没了主心骨 亲生儿子是不可能送给敌人折磨的 可如若不做 清军将会攻破城池 眼看敌人的大军将山城层层围困 自律再三后 他将崔明吉单独交到身边 让他太子重金再去谈判 希望敌军将领能够放过太子 崔明吉再次来到敌军将领龙谷的帐内 表示 愿意以自己的头颅交换太子 但龙谷却不吃这一套 非要太子为人之不可 崔明吉再次失败而归 但他听龙谷说黄太极要来了 谁曾想 朝堂之上一片谴责之声 大臣纷纷上座 这恐怕是他为自己出事不利 而编造的谎言 最面及时事太平盛世 卖主求荣的国贼 应该将其斩首示众 唯独一旁的李潘大人 不做人寻攻击 表示 如果真有此事 恐怕世代会非常麻烦 因快速发布奇闻 请求附近的军队请网 国军立刻听从建议 火速派出一队士兵冲出敌军包围 送出奇闻给附近的守军元帅 命他们立刻勤王获国 只是不想 这队士兵没走多远 就被清军团团包围 他们都是临时抓的村民 没有作战经验不说 手上的枪也都是陈年兵器 根本瞄不准敌人的位置 一众士兵面对强大铁技 只剩下任人屠杀的份 他们只能另找机会送出奇闻 其实 开弓没有回头剑 若是开战 再讲回头议和是不可能了 一眼望去他们区区一万病例 不知往后要如何应付 比自己强悍十倍之多的敌军 而亲眼见证这血腥一幕的小兵 原先是名铁匠 他和弟弟因为枪支瞄准射击能力差 差点在这场突围行动中丧生 于是便申请想要改造枪支 但军官们根本不会听他这种小人物说话 铁匠只好找到礼判大人 他们曾有过一面之缘 当时兄弟二人被抓上城墙做守军 弟弟不懂事生了火 差点暴露城防防卫 而被骂的狗血喷头 但天气实在寒冷一场 如若不及时取暖 恐怕会将人活活冻死 铁匠提议 给士兵们发放干草编织的袋子 白天披在身上预寒 晚上泼在地上隔绝凉气 这话被路过的礼判大人记了下来 他主动将士兵受寒之事 禀报给了国军 国军本意想让王公大臣们捐赠预寒之物 但白胡子向国担心自己利益受刺 以维护王家爷面为由给否决了 何在礼判及时上奉了铁匠的干草袋方法 才让士兵们穿上草衣 美于冻死城墙 所以铁匠认为 礼判是个睿智之人 一定会听从自己的改造兵器的建议 果然 礼判大人心不怀思 立刻上报此事 得到国军支持 经过铁匠一番改造 枪支的性能大大提升 在一次小型战役中获得胜利 将士实气大增 国军大喜 而此时 一名女童却突破敌人封锁 进入城内 说是寻找自己的爷爷 原来 他就是河边引路老翁的孙女 国军觉得这是急诏 便命礼判大人将孩子带回去 好好照看 并下令搜查女孩的爷爷 礼判心中无畏翻腾 他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个孩子 而另一边的崔明吉也饱受煎熬 他看着主战的人叫嚣 心中却明白 如此下去 无辜的百姓与士兵 不久之后都会化为白骨 而此时 被围困数日的山城 此刻已经淡尽粮绝 一半的人已经吃不上饭 战马也因为少了草料而饿倒 白胡子相国诱出幺蛾子 提议先去平民家的草房 和士兵身上的草带 给马当草料 礼判和崔明吉全力反对 但扛不住朝中的大臣们 给国军吹截风 国军被绕晕后 只能同意实施 百姓失去居所 士兵失去暖衣 此举无异于自毁长城 失尽人心 更可奇的是 假扮成亲人逃出城防 送习闻的士兵 没有死在敌人手中 反而被不知情的寒兵杀死 但好在西文 并没有落入敌军手中 而另一边 军中传来 黄太极已经到达镇前的消息 为了探听虚实 崔明吉想出遗迹 眼下正是大年三十日 何不借君王赐酒肉 给清军为借口 入敌营亲自查问 相国此刻还想往 崔明吉身上泼脏水 国军便命他一起前往敌营 两人在敌营里 见到了很多红衣大炮 翻译说 这是大明朝抢来的 远远轰炸起声 就能将南汉山城 移为平地 国相气不过 质问翻译也是韩国人 为何要卖国求荣呢 那翻译也只是笑笑 自己的父母是奴隶 自己生下来就只能是奴隶 在韩国 谁曾想奴隶当过人 国相被怼得哑口无言 随后 二人见到将领龙骨 对方却让他们将食物带回去 还扬言 如果要拜见黄太极 就让韩国国君亲自来拜 二人被羞辱一番回到城中 再次遭到群臣的口诛笔伐 声称二人辜负亡命 为了自保谎话连篇 国相这才了解 什么叫做得越多 错得越多 眼见哥哥都对自己喊打喊杀 他立刻想出自保之策 称敌因北门防御偏弱 可以聚集兵力 展示军威 并斩钉截铁表示 一定能赢 国君听了大喜 立刻让他带兵主动出击 只是 这家伙实在是草包一枚 平日在朝中 当个脚趾棍还凑合 真让他指挥军队 只会搞得一塌糊涂 不仅不听劝说 还不懂掌控战机 结果导致三百名冲锋军 如阳线虎口 被敌人踏炮轰炸得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全军覆没 无一生怀 幸亏副将冒死违抗军令 组织救援 这才保住大部分兵力 这些案国也是后言无耻道的极致 竟将所有的罪责栽给副将 谎称都是因为他违抗军令 没能及时救援 才会造成今日惨败 国君信以为真 严惩副将 甚至杀了无辜的少官 奸臣当道 忠世蒙冤 也怪不得国将拨国 但眼下大难来临 唯有送出奇闻 整合军队 引援军正月十五内外夹击 才可获一现生机 可惜放眼望去 拿着高官厚落的大臣中 竟无一人能担此重任 李藩大人此时想到的 只有铁匠一人了 铁匠却嘲讽道 吃喝玩乐 大人关押 样样都要分个高低贵贱 怎么这样送死的事 就没有贵贱之分了 但随后他还是询问 是不是送出去 战争就会结束 李藩想也没想 直接承诺 会的 铁匠这才答应下来 原来 在上一次战役中 国军丢失国度难逃 无辜百姓流离失所 铁匠的妻子女儿 也全在那场灾难中死去 这一趟 他并非为了王族国军而卖命 而是为了所有像自己一样的人 能够在春天播种 秋天收获 冬天不挨饿 好好的活下去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 韩国君臣像往年一样 对着明朝首都 跪拜奏乐 代表臣服之心 而在不远处 黄太极已经亲临臣下 韩国君臣顿时慌乐 崔明吉仍旧不忘议和 提议应该修书慰问 表示礼节 而礼判大人也坚持己见 大军围困已经无理可言 一众臣子此时还不忘针锋相对 左一句尊严 又一句王室 怂恿国君决一死战 找不到任何台阶可以想 终于 黄太极以王旨之尊 派人送来一封劝详信 彻底击碎了国君疲惫不堪的挣扎 如今 援军确实没有消息 一众臣子犹如墙头草 他最终决定 给皇太极回信请将 但是 满朝文武却无一人感谢这封信 背上这卖国求荣的千果骂名 礼判大人更是恨及了国君骨头软 不争气 令死不肯施二主 最终 是崔明吉打破死记 主动承担了这份罪责 连夜写下满是屈辱的求和信 于他而言 这算不了什么 只要能够守住国君和百姓的命 就算后半生都被喊作逆贼 一切也都值了 同样是这一夜 离判大人在风中等待 期盼着援军可以冲破黎明 来到自己的眼前 可无奈 黎明尽头只有充盈的泪 其实 铁匠带着习文出城 历经九死一生 最终成功将信件送到了援军手中 但是 援军首领担忧君王优柔寡断 反而害他们小命不保 于是商量 观察一阵 再做决定 但他们已经收到习文 一旦君王在大人中活下来 恐怕日后会有责罚 于是这国人想着干脆 一步走二步修杀掉铁匠 伪装成从未受到习文的样子 好在铁匠无意非凡 凭借自身本领逃过一劫 等他回到南汉山城时 沿途已经被战火洗礼 横七竖八的尸体 早已成为鸟臭的美餐 而弟弟已然鲜血流尽 身体冰凉 原来 失误这天 援军未曾按照约定前来亲王 而皇太极因为迟迟等不到降书 而向城池开战 红衣大炮震动山城 残叫成为士兵最后的生意 皇宫贵族各个抱头数寸 只有崔明吉一记奔袭 将求和的书信 递到了皇太极帐下 请求立刻停止攻城 并承诺 只要能保百姓和士兵无恙 韩国君王愿着不一 三扣九贵臣服于皇太极脚下 国君的膝盖弯曲了 百姓的生命留下了 李潘大人看着这样的结局 也只能泪洒山河 他已经看透 朝局上下 奸臣当道 腐朽不堪 时事击毙已久 急需改良换柱 出旧革金 可惜这条路他已经走不动了 李潘辞去官职 将失去爷爷的女孩 托付给铁匠 自己了无牵挂 结束了性命 这就是他证明 自己信仰的方式和决心 这场战争持续了47天 最后 清军带走了50万汉人 编入营中 成为日后攻打明朝的炮灰 那年春天 蒲公印的花开了 坡面的兵也化了 百姓又恢复了平静的劳作 可到底谁对谁错 谁生谁死 又是谁容谁辱 求和 不过是将50万人 推向了更残酷的战场 死战未必不是国破人亡 众人也不过是求人得人罢了 功与过 平与不平 又待如何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